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墨 色不爱墨 墨占主导 色作为一个辅助的去用在绘画里 另外我在绘画的时候我用的就是复色比较多 也就是说我们在绘画中不要 我不是用的纯纯翠翠的一种颜色 我是把几种颜色调在一个笔里或者是调和在一起运用 这样的话我们就画出画的就比较厚重 比较清扬 比较淡扬 您现在收看的是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 红阳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水墨艺术精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孟昕 在中国画中花鸟画要比人物画 山水画出现的时期更早 而花鸟画中 写艺花鸟因追求神似而不苛求形似 能够更好地表达创作者的情感 因而更受艺术家的推崇 今天做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正是一位写艺花鸟的艺术家 我们一起来有请关真元老师上场 欢迎您 来 您请坐 关老师您好 您是创作写艺花鸟的画家 您看中国的画 它的内容和题材都非常多 为什么您偏爱写艺花鸟呢 写艺花鸟画是咱们中国一个传统的一个画种 写艺花鸟画 因为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它在半坡一址的时候就有鱼 在一些器皿上刻画 我通过学习乌尚树 棋牌石老一辈的画家对他们的影响 我就是非常喜欢写艺花鸟画 您的作品中还有一种书写的意味 这跟您的哪些的经历有关呢 看到这个问题 书画的书写性 我们中国话讲究是以书入画 以书入画就是我们用书法的笔法 提 顿 转 折 如果 形成的画就有意境 我们画出的画它就要比较大气 比较厚重 比较苍劲 就能够体现出写艺花鸟画的它的一个意境 因为我们写艺花鸟画 它不是纯粹的像的问题 有好些人认为画画是像它才好呢 实际上我们中国协议画注重的是意境 意境有了 我们它就能够让这个画能够使人浮想联翩 因为它有它的韵物 有它的意境 欣赏一幅画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启迪 在色彩上 您的色彩运用是比较典雅的 怎么样去平衡这种色彩的关系 或者是您用色彩有什么自己的独到之处 因为中国画 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和协议画 大协议画 我们注重的就是一墨为主 以色为服 我们如果要是单独的把这个画画成大红大绿的 不注重于用墨 我们讲究的是墨 色不爱墨 墨占主导 色作为一个辅助的去用在绘画里 另外我在绘画的时候 我用的就是辅色比较多 也就是说 我们在绘画中 我不是用的纯纯翠翠的一种颜色 我是把几种颜色调在一个笔里 或者是调和在一起运用 这样的话 我们就画出画的就比较厚重 比较清雅 比较淡雅 在您创作过程当中 有哪些心得和体会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我在我的创作之中 我有一幅画 是我创作完之后 我的心情是特别高兴 因为我创作的那幅画是迎春 它就是表现了仙鹤站在风雪梅花下面 梅花它在风雪之中 它傲立着 我画的这个仙鹤呢 仙鹤它这个不畏言寒 它守在这个梅花的旁边 因为好些画家画这种体材的 它就要把鹤画画成很冷 很缩的这种感觉 很拘谨的这种感觉 我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 我把这幅仙鹤画画成迎着新春就要到来 鹤就有非常兴奋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个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 春天就要到来了 这也是您注重写意的一件体现 是吧 对呀 协议画就是 因为我们中国的协议画 它是具有浪漫色彩的 因为我们这个仙鹤 仙鹤它本来应该是涉水动物 也就是水群类的 它是在水里的 而且这个梅花它有时候呢 它是在这个陆地上的 有时候鹤在这个梅花的旁边 这就属于一个是那浪漫主义的写法用法 听说您还在老年大学任教 是这样 我在老年大学任教 现在在北京朝阳老年大学 教授协议画点画 这样的一份经历对您现在创作 会有什么样的一种 就是无形中的一种促进 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是这样 教学相长嘛 教学它也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绘画水平 教学使我呢 能够接受很多的老年朋友 有很多老年朋友从事 在退休之前 他从事的是各种各样的 形形色色的工作 他们有的老年大学甚至学员 甚至有的连笔他都没拿过 他就是不知道笔怎么拿 不知道宣址是生圈 学员 首选 各种色彩等等 我有时候我和学员们在谈论绘画的时候 他非常高兴 他说我入了这个门 学会了绘画 这样的话呢 我画出了一幅作品 他们这些学员们 他就是特别高兴 他有收获感 特别感到 哎呀 我还能绘画呢 感谢老师 感谢这个老年大学给这一个平台 您在内在感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无形中对您创作也是有帮助的 对呀 关于创作技法 在您作品当中的应用 会有哪些体现 创作呢 现在分别是大写一花点画 大写一花点画 小写一花点画 在老年大学教学的时候 我穿插运用 就是一开始 初级班我应用的是小写一 让他们入门 到中博和高博以后 我就准备逐渐地把他们引向大写一 因为大写一是中国一个 这种技法是要求简练 要求概括 我在绘画的时候 尽量学习吴昌硕老先生和齐白石老先生 因为我的老师是庄玉聪老师 庄玉聪老师是大写一花点画家 因为在咱们这个水面南京栏目组 也接受过他的这个创作的技法 或者是这个采访过 我始终在绘画之中 注重于 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是以输入画 多注重于墨的运用 多用墨 少用色 尽量我们用就是绘画之中 保持这个画面的这个稳重 高谷 仓劲 因为以输入画 他的行笔的时候 体顿转折 他就要特别这个仓劲老辣的感觉 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兴出的比 他就要弱 现就要弱 因为我们是中方用笔 我们在绘画的时候 我们就要显得这个画大气 今天也带来的作品 对啊 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 谢谢 这幅作品 关老师您为大家来解读一下 这幅画呢 题目是神鱼乐水 主要表现的是神仙鱼 神仙鱼 神仙鱼 神仙鱼也就是叶鱼 它是热带鱼 因为画这种体裁的人 画家并不多 因为我提问到 神仙鱼它特别灵动 它特别活泼 在用中国画来表现的话呢 体现 能够体现出它的浓淡干湿 这种 我画的这幅神仙鱼 我画了九条 因为鱼在中国绘画里呢 它吸引比较好 因为它有鱼嘛 财有鱼 我们这个粮食有鱼 因为是 鱼对于中国画来说是非常好的题材 我画的时候呢 是按照这个鱼的不同的形态 它的这个有比较正面的 有比较侧面的 有大的 有小的 因为我们在中国绘画里 我们要主张的是有聚有散 有大有小 有远有近 例如说这三个鱼 它是比较大的 而且它是比较集中的 这条鱼是比较小的 比较远的 这样的话呢 这三条大鱼 它是比较实的 这条小鱼是比较虚的 这也就是形成了对比 也就是虚实的对比 大小的对比 还有它的这个 正面的 侧面的对比 总而言之 中国画要有对比 有对比才能够体现出中国画的一种意境来 中国画呢 讲究以输入画 讲究浓淡干湿枯胶 墨分五色 因为我在这幅画里呢 我没有用太多的色 我就是以墨为主 一条鱼 它是不是灵动 我们要关键在于它的这几个旗 也就是胸旗 腹旗 豚旗和尾旗 因为神仙于它的胸旗呢 我们就 因为它是写一画 我们就把它省略了 概括了 就是它的胸旗就概括了 而且它的腹旗 它是比较硬的 我在行笔之中呢 我就要有顿挫 没有顿挫 它线条就弱 它就 它就不好看 我在画它的尾旗的时候呢 让它有飘逸感 因为尾旗它就是 它的转动全靠它的尾旗 它的尾旗如果画好了 它就显得这个鱼显得灵动 然后我在用墨的时候 我是这样 我尽量我用的是多用墨 少用色 今天您还带来了另外一部作品 咱们也来一起欣赏一下 好 这幅作品跟刚才那幅又不一样的风格 你给大家全面来讲解一下 我刚才那幅作品属于是 比较小写意 也比较写实 我这幅作品呢 是大写意 大写意 华年华年是比较注重于它的意向 不重于它的具象 就是在行笔的时候 要求的是老辣 要求在行笔在绘画的时候 要求它的意境 你比如说 在这幅画里 我这两只鹤 它的动态不一样 它的这个 两只鹤形成呼应 中国画的呼应 这个也是非常注重的 另外就是 这幅画提馆是迎春 就是在风雪之中 两只鹤在梅花下迎接春天的到来 因为飞雪是严寒 这两只鹤呢 它有因风雪斗严寒的这种意境 我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 我背景的处理 我是采取是叠色的方法 也就是说 那不是一次性的完成的 我先用淡色 因为这个色我用的是负色 用的是这个 三青 三绿 还有墨 调成负色 然后呢 第一次它是淡的 然后呢 逐渐的加深 因为它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如果要是你单独的用一次性 不用叠色 那它就是很平 没有浓的 没有淡的 你看这个地方它就比较浓 好 非常感谢关老师精彩的分享 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 同时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好 再见